約委員長 部長 我就開門見深的請問 這次國道3號的災難 誰要負責 誰的責任 包委員我想剛剛已經報告過 這一個災變的案例 可以講是非常的特殊 所以我們現在組成一個國內外的專案小組 我們來鑑定原因 我們原因了解以後 我們會來追究責任 多久給答案 因為這個專案小組剛剛成立 我會認為希望給他們一點時間跟空間 多少時間 我們這一部分 他們是說下禮拜五可以有一個初步的 一些看法 然後進一步的原因的鑑定 當然我們會希望等到 國際的專家也到台灣以後 我們再來最後再來下結論 部長 我覺得 這個馬政府 有一個現象 就是遇到事情 第一件事先看看 這個工程是什麼時代蓋的 如果是民進黨執政 如果是民進黨執政 那就該死 萬箭穿心 如果是國民黨執政 時代蓋的呢 那通常都是不了了之 輕輕放過 很明顯的 很明顯的 在這一次的事件 我們恐怕要憂慮 這個又是一個國民黨執政 時代蓋的 所以呢 恐怕到最後 就完全沒有追究責任 我們來舉幾個例子 我們後鋒斷橋啊 公路總局沒有責任 結果是水利署長被彈劾 因為水利署長是民進黨派任的 我們再來看 八八水災 沒有人有責任 公路總局長還記兩個大工 最後莫名其妙的 為了八塊錢 超商費用下台 所以搞不好 這一次我們高工局的 曾局長啊 過兩天 又因為說 搶救有工 再給他記一兩個大工 救災有工 部長 你們是不是就是這樣處理的 報告委員 我剛剛已經報告過 像這個案例 我們認為在國際間也罕見 所以我們把國內外的專家都找來 那我剛剛也報告過 我們會從兩個方面來看 第一個 現有的設計施工跟維護 是不是有 有照現有規範來說 如果有違反 我們就不要浪費時間了 我都聽到了 部長 要不然的話就是這些規範 可能我們要做徹底的修改 部長 你叫做國際間的一個檢討 非常罕見啊 專家學者 台大的地質教授說 這叫做國際笑話 包委員 我想這些 這個原因的判斷需要給一點時間 我們這個要給專業一點空間了 好不好 我相信台大地質教授也是專家 好 所以他認為 我們一般專業上像這麼大的一個災害 沒有下雨沒有地震 這個叫做國際笑話 你叫做國際很賤 包委員 我想像專業上來講 像這樣大的一個災變 通常原因的鑑定需要一點時間的 那你的意思就是說 以後叫大家地震不要開車 下雨不要開車 颱風不要開車 是不是啊 當然不是這樣 我們要面對這樣一個災變 我們要很嚴肅的面對 還是地震慢慢開 颱風慢慢開 就沒事 對我們要看看 就是在作為上 有沒有疏失 然後以及我們這些規範 他是不是 這個有需要檢討調整的必要 像我剛剛提過 這個檢討調整 可能會帶動國際間的一個 整體的一個改變 都不一定 部長 有沒有疏失 好 我們就來講有沒有疏失 我們這個順向波 照今天媒體的披露 有順向波照你們的現在說出來的 那麼二高是不是應該把它封閉了 二高有三十二個地方是危險的 順向波 那還有什麼地方可以走 照你這樣說 那還有咧 還沒有咧 全台灣順向波有一萬五千多個地方 包委員工程上 凡是碰到開挖 你一定是一面順向一面逆向 所以順向波的存在是 絕對是所在多有 那問題就是說 我們整個目前工程規範 你當初施工就知道這是順向波 他不是今天才順向波的 對就是剛剛就講兩個問題 那有沒有這樣還沒有責任嗎 包委員 所以就是兩個責任 兩個點 一個點就是說 目前的施工有沒有按照規範來做 第二個目前的規範夠不夠 因應這樣一個災變 這是兩個層面的問題 這個都是在我們目前要透過這樣一個災變 我們來很認真的 很審慎的來重新檢視 希望從這個教訓裡面 我們能夠得到改進 我想這是我們處理這個問題的一個態度 部長 你們就是推卸責任 沒有推卸責任 這不是處理 這不是處理的態度 我來告訴你 現在網路已經都替你們診斷完畢了 這個地苗的承受力要嘛就是不夠 承受力不夠呢 你就說這是因為土壤含水太多 你們總是有理由 我們沒有講理由 再來呢 要不就是你的施工排水有問題 好 你施工排水 如果不是有問題 就是堵住了 人家都幫你診斷好了 反正你們就是 只要撐到 驗收過了以後 就沒有責任了 是這樣嗎 包委員我想像這些意見 所有這個媒體上面這些意見 我們都會把它記錄下來 然後來做研判來做參考 也提供給我們專案小組 來做判斷 我想這是一個專業性的工作 我為什麼要一開始就告訴你們 你們執政只看顏色 沒有真的追究責任 包委員 如果不是這樣今天不會一再的發生 如果不是這樣這些工程 那會不會覺得說反正沒有關係 我只要這個顏色對了 我就不會有事 才會一再有事故發生 這不是我們處理問題的態度 不是這樣子 本來交通委員會是最沒有顏色的 但是我們發現 這個顏色影響到了我們的安全 我從來不覺得交通委員會需要什麼政黨顏色 但是我們認為 這樣的處置方式 難怪要不斷的有災難發生 因為反正可以推嘛 到最後也不會有事 只要我顏色對了就好 我們再來看 部長 我剛剛告訴你的就是真正 你說不會 但是一而再再而三的 我告訴你這些處理的方式就是這樣 從八八水災 從厚峰大橋 從所有的 我們就不要講其他單位 我們就只講交通部門 好 這個案例我想他的這個情形 基本上是很容易定義他的範圍了 問題範圍了 我再來 我們就拿以前來看這一次你們處理的方式 就讓我們覺得非常的擔心跟不滿 比如說你剛才包括部長 你跟我們新的高工局 曾局長講說會協助家屬 申請國賠 會盡力盡速協助家屬 這個我們都聽過很多遍 當初我們厚峰斷橋的時候 風秋冥隧道倒塌的時候 馬總統去看不是也要協助家屬國賠嗎 風秋冥隧道的國賠在哪裡 風秋冥我們處理得很快 風秋冥呢 風秋冥因為當時判定就是說 這個跟國賠要件有差異 所以後來是用 風秋冥隧道協助家屬的結果是家屬敗訴 東興災戶協助家屬的結果是跟家屬纏送十年 部長你們現在又要協助家屬 我認為光是聽門說要協助家屬 就知道說你們一點誠意都沒有 怎麼說呢 因為你們就是對照 家屬申請國賠 對照就是交通部門 你們只要說我同意國賠就好 你協助什麼 報告委員 國賠有他一個程序 有他一個程序 這個程序基本上就是說跟原因也有關係 所以這些都要完成他的程序 我們才能這樣說 這樣才是負責任的 部長 你們在完成協助的時候就是駁回 你們完成的協助呢 就是幫助他寫一個訴狀 只有到這裡 然後再來呢 就是不斷的杯葛 到最後駁回家屬的國賠 報告委員我想目前這樣講言之過早 我想這個 這個我們基本上這個事情 處理到我們是有誠意的 你還要怎樣這樣就言之過早 我已經舉出 因為國賠有他的要件 東星給你看了 國賠有他的要件 國賠的要件不符合嗎 來我念給你聽 國賠第三條 公有公共設施 因設置或管理有欠缺 致人民生命身體或財產受損者 國家應付損害賠償責任 對我想這個當然也 這個我想我們 還要來給天災嗎 沒有地爭沒有下雨 我們絕對沒有 沒有說這是天災 這個需要來做確認 需要來做確認 需要做什麼確認 就是我們要有一個程序 總要鑑定原因 你要請這些受難家屬 像東星的災戶一樣 再等個十年嗎 不會不會 不會這樣子 當初你們跟東星也說不會嗎 部長 這樣還不夠明顯嗎 你們不認為你們的設置或管理有欠缺嗎 就是我們需要來做鑑定 還要什麼鑑定呢 沒有地震沒有天災 還要什麼鑑定呢 就像剛剛講的 就是我們現在是不是這些都照規範在做 如果規範都遵守了 那是規範本身需要檢討 這兩個層面 其實某種角度也都有一些責任在裡面 部長 是 不要再呼嚨人民了 不會 我們絕對是非常誠誠的 吳院長去發的一百萬未問金 就是不準備要陪人家 包吳委員 如果真的是有成立 這個叫做賠償 您言之過早了 包吳委員 給我們一點時間好不好 這個事情 我們是從你們以前處理的方式 來質疑你這一次的誠意 所以部長 我還是要再一次的告訴你 這一次這麼大的 這個災難呢 我們認為工程一定有問題 順向坡 大家都知道 這個是非常危險的 你們要在這裡蓋一個這麼龐大的公共建設的時候 要嘛就是你的土質測試有問題 要嘛就是你的環境影響評估有問題 不是你在所謂的設置上有問題 就是你的管理有問題 就是你的管理有問題 你明明知道它是順向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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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什麼沒有邊緣的這個測試 對這個都有規範 邊坡的測試 我們這些都可以去檢視 那如果規範有要求 而沒有做到 這就是有為師 那如果規範要求都做到了 那是規範本身需要檢討 我們現在就對整個問題 我們就從這兩方面 好 那我最後就告訴你 那你跟委員講說 不會像東興這樣拖十年 那你什麼時候可以給答案嗎 報告委員 這個在今天這一刻 我真的講不出時間了 我只能講說他們這個協會 他們基本上是告訴我們說 下個禮拜五 可以提一個初步的一些資料 他們可以做下判斷的一些資料 提出來 那至於說更進一步的細節 這就需要他們現在還在擬計畫 也在也在邀訪這個國際間的一些權威人士 來來來一起參與工作 這都需要點時間 我想我們後續可以再跟交通委員會來報告 好不好 主席啊 那我看我們全國的人民 恐怕還是要繼續毛毛的通過了這些危險的地方 基本上我們現在已經對這些地段 我們都做了初步的檢視 基本上沒有應該沒有理解 我想我們交通委員會需要做一個要求 既然他不告訴我們什麼時候有結論 那我們是不是應該要要求他給 我們在一定期限內給我們一個答案啊 請 請